2008年下,22岁的宋辉从湖北省一所大学毕业,入职广东省深圳市一家设计公司,认识了同事陈宏。 陈宏是四川省达州市人,比他早入职两年,对他展开追求。陈宏相貌帅气,宋辉芳心被俘。 2009年,陈宏跟公司领导闹矛盾,入职另一家公司。 2010年,他们共同出资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房产,宋辉户口不在深圳,陈宏说就登记在他的名下。 宋辉觉得两人不分彼此,也没要求在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,陈宏的父母还夸他声明大意。 半年后,两人搬进新房。陈宏工资用于还房贷,家庭其他所有支出均由宋辉承担。 2011年底,两人举行婚礼。宋辉户口也迁到深圳。 2012年3月,两人登记结婚。 婚后,陈宏两次失业,有近两年的时间,都是宋辉一个人的收入,撑起全家。 2014年11月,女儿出生后,婆婆来帮忙带孩子。 宋辉这才发现,陈宏极度依赖父母,公婆也极度宠爱陈宏,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干。 宋辉白天上班,晚上带孩子,公婆却说陈宏辛苦,要宋辉多体谅她。 姻缘观念不同,婆媳间矛盾不断。 宋辉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鸟的原则,很多事情都忍了下来。 2016年7月,宋辉怀了二胎。 刚开始,陈宏很开心,对宋辉也很呵护。 直到有一天,陈宏突然以年龄大,负担重等理由,频频劝说宋辉打掉孩子。 宋辉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打掉后很难再怀孕。 万般不舍下,宋辉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 孩子月份见大,宋辉努力跟丈夫沟通,陈宏不置可否,表现得心不在焉,甚至有时态度烦躁,对宋辉也各种不满。 宋辉感到委屈,她知道丈夫肯定有事瞒她。 其实,她刚怀上二胎不久,陈宏遇到了她的初恋情人汪逸宏。 两人是高中同学,曾经早恋,大学异地,但并未分手。 上大学期间,陈宏又跟另一个女同学谈起了恋爱,汪逸宏知道后,毅然和她分了手。 毕业后,汪逸宏留在四川老家达州市工作,后考取公务员。 陈宏并没和那个女生走到一起,毕业后独自来到深圳打拼,直到与宋辉相恋结婚。 在宋辉怀孕后,陈宏单独回过一次老家,聚会上,她和汪逸宏就此联系上。 汪逸宏告诉宋辉,自己于2015年结婚,丈夫叫张志明,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。 前段时间,张志明因为母亲患有癌症,回河南老家照顾病重的母亲,所以现在她独自一人。 两人激情复燃,汪逸宏说,如果不是你当初背叛,我绝不会跟你分手。 你带给我的伤痛,影响了我一生。 我忘不掉你,怎么能跟丈夫情投意合呢? 陈宏对汪逸宏的感情火速上升,一心养胎的宋辉对此全然不知。 直到2016年11月,宋辉发现陈宏和一个名叫艺红的女人多次网络聊天,她顿感崩溃。 宋辉当时并不知道艺红的身份,也不知道两人曾刻骨铭心的恋情。 她跟丈夫爆发了好几次争吵,她希望丈夫能认识到婚姻的责任,回归家庭。 可事情适得其反,她的频频争吵,让陈宏更觉得情人比妻子强似百倍。 事情愈演愈烈,她不仅在公司和艺红聊,在外面聊,在家里也聊。 一天晚上,陈宏趁宋辉红女儿睡觉,又和艺红视频聊天,被宋辉当场抓住。 她气得浑身发抖,质问丈夫。 陈宏不肯正面回应,跑进书房睡觉。 宋辉一夜未眠。 她和陈宏在一起已快十年,有感情基础,再说女儿还小,且肚子里的二宝即将出生,她竭力想保住这个家。 后来,宋辉从丈夫手机里查到了汪一红的电话,趁老公不在家,打电话过去质问她跟陈宏的关系。 汪一红解释说他们只是朋友,随便聊天而已。 宋辉没控制住自己,将她一顿痛骂。 汪一红表示不会破坏他们的婚姻,希望他们好好过日子。 陈宏很快就知道了宋辉给汪一红打电话的事。 她指着鼻子骂宋辉偷看她手机,痛斥她是个泼妇,不仅伤害了她,也伤害了汪一红。 宋辉倍感屈辱。 因为怀二胎,宋辉容貌不复当初,又疏于打理自己,且心情不好, 有时发脾气,更让陈宏不耐烦。 女儿目睹父母争吵,渐渐变得寡言少语,反倒跟奶奶关系亲密。 在夫妻俩又一次争吵中,陈宏先翻了桌子, 我告诉你,她是我的初恋,我们关系好得很,以后我就准备跟她一起过。 陈宏扬长而去,宋辉摸着肚里的胎儿痛哭。 从此以后,陈宏对宋辉不闻不问,在她大着肚子时仍频繁出差。 宋辉心寒不已,私下告诉了公婆一些事,但有所隐瞒,想给丈夫留一点脸面和尊严。 公公知道后,说希望她们好好过。 宋辉相信了公公的话,想努力挽救婚姻。 婆婆教育她要对老公好,要维护老公的面子等,宋辉都以婆婆的话照办。 2017年春节,宋辉原本要带女儿回湖北娘家过年。 而在两人公开闹了矛盾之后,陈宏却强烈要求自己的父母带女儿回她老家四川过年,说年后就带回深圳。 考虑到自己就快要生二胎,宋辉同意了。 将女儿送走后,宋辉为了挽救婚姻,挺着大肚子,仍旧对陈宏各种关心、体贴、照顾。 可是,陈宏并不领情,并告诉她不需要第三下四,要她做好离婚的准备。 宋辉欲哭无泪,她想不通为何自己一再忍让,换来的却是陈宏媛媛不断地冷暴力和离婚的决定。 抱着执念的宋辉不知道,这时,陈宏和尚没有孩子的汪一红早已决定各自离婚,并组家庭。 为了达此目的,陈宏有意在父母面前痛诉宋辉种种不适,把原先早已平息的婆媳矛盾无限夸大,把夫妻不目的原因都归结到宋辉身上,让父母对宋辉产生不满,以便于将来他们能够接受汪一红。 2017年2月初,陈宏毫不顾忌宋辉即将生产,再次提出离婚,并拟好离婚方案,她不仅要女儿,而且要求房产和车辆全部归她。 宋辉不敢相信,不明白她为何这么冷酷无情。 2月中旬,陈宏借口回老家给姑父看病,从深圳突然飞去重庆。 宋辉后来才知道,陈宏是借机与汪一红约会,两人还瞒着家人去了峨眉山旅游。 陈宏回老家期间,电话、视频拒接,短信、微信拒回复,并且骗她父母说在公司加班。 时至今日,宋辉还对这段婚姻抱着最后的一丝幻想,她希望二胎生的是一个儿子,她想着,等有了儿子,丈夫就会回心转意。 3月初,她还给陈宏过生日,陈宏拒绝接受这番好意,但还是把她买的蛋糕吃了,之后态度冷漠,家庭支出都由宋辉承担。 3月底,宋辉的姐姐来深圳找陈宏谈心,希望她们好好过日子,可陈宏一心只想离婚。 宋辉的姐姐只好劝告她,离不离婚,都要照顾好即将生产的宋辉。 2017年4月初,宋辉剖妇产下二胎,由于对麻醉药不敏感,整个手术相当于生剖,她痛得死去活来,如同万箭穿心,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 身体痛,心更凉,看了九死一生产下的可爱儿子,她又觉得有了一丝安慰和希望。 出了产房,宋辉痛哭着对陈宏说,咱们有了儿子,你要为儿子想想,不要让她承受痛苦。 然而,陈宏一句温暖的话都没有,她说,别指望拿孩子来要挟我,是你要生,不是我想要。 丈夫的话,让宋辉再次万箭穿心。 宋辉产后第四天,陈宏以打篮球,加班为由,不肯再来看望儿子和妻子。 宋辉坐月子期间,汪一红进到深圳来和陈宏约会,这蛛丝马迹都被宋辉查找通话记录时破译了。 丈夫和小三如此张狂,宋辉经常流泪,每晚失眠不能入睡,长期靠药物助眠,并多次想要自杀,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。 在宋辉的身体还未恢复时,陈宏故意出门玩乐,多次夜不归宿,并逼迫宋辉给孩子洗澡,照顾孩子,导致宋辉肌劳成疾,腰部及腹部损伤严重,身体留下了严重的急患。 2017年5月,由于深圳优质幼儿园很难抢到名额,宋辉想尽办法给女儿报了幼儿园,并多次同陈宏协商接女儿回深圳读书。 然而,陈宏坚决不同意,目的是为了抢夺女儿的抚养权。 他拒付家庭支出费用,并多次从宋辉钱包里拿钱,要宋辉给他转账,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 6月下旬,陈宏突然问宋辉,要不要带你去见张志明。 宋辉诧异道,张志明是谁? 陈宏说,是汪一红的老公,对方打电话给我,找我要老婆。 然后,他质问宋辉是否告诉了张志明他和汪一红偷情的事。 陈宏同事声称,汪一红说宋辉一直在诋毁他,说了很多他不堪的坏话,是不是这样? 宋辉当时并不知道张志明是谁,他为什么要找陈宏要老婆。 汪一红为什么要说自己的坏话?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,这对男女为了走在一起,已经不择手段。 陈宏在质问宋辉后,把他抛弃在医院,宋辉深受刺激,再度情绪崩溃。 随后几天,公公突然给宋辉打电话,要求他寄回女儿的社保卡、疫苗本等资料,宋辉这才明白,他们是不让自己的女儿回深圳了。 这一切,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。 被背叛,被欺骗,骨肉分离,宋辉的心痛到无以复加。 宋辉当然只能拒绝。 公公竟然骂宋辉不尊重他,从此之后再也不接宋辉的电话和视频。 7月下旬,宋辉回到湖北老家,准备再去四川,坚决要把女儿接回深圳。 此时,汪一红趁虚而入,坐飞机来到深圳,与陈宏会面,两人将宋辉的婚内车辆及其他贵重财产一起带回了四川。 8月初,宋辉到四川达州,接女儿回深圳读书,诚恳地找陈宏及其父母谈了几天,但是他们始终不同意,表示他不是一个好母亲, 也没有抚养资格,他们还明确表示跟孙子没感情,不要他。 宋辉悲愤交加,回到深圳后,独自养育着儿子。 陈宏则留在了四川达州,汪一红帮他找了工作,在他母亲的灯会公司做美工。 后来,张志明给宋辉打来电话,他说,母亲去世后,汪一红一直在逼他离婚,他坚持了一年发现无力回天,于2017年12月被迫离婚。 汪一红随后便和陈宏在达州租房同居,两人一起上下班,一起买菜,做饭。 如果说此前留在婚姻里,是还念旧情,不忍放手,那时至今日,宋辉的心已碎了又碎, 他没离婚的理由,变成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。 2018年3月下旬,宋辉得知,丈夫和汪一红带着自己的女儿,以一家人的名义到三亚旅游,入住亚龙湾一家酒店。 畏畏掩人耳目,他们带着其他朋友打掩护,陈宏和汪一红没有登记一间房,但是和朋友交换了房卡,实际入住在一间房内。 随后,陈宏和汪一红多次逼迫宋辉近身出户,并伪造了巨额的虚假债务,要求宋辉承担。 哺乳期的宋辉,因悲痛过度突然断奶,小宝饿得哇哇哭,他逼着自己忍着眼泪吃饭,喝汤,按摩催奶。 最绝望的时候,他想过带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,父母在知道宋辉的事情后,一夜白头。 宋辉越是悲痛越是意识到,自己的婚姻已经破裂,自己的世界已经破碎,可孩子们的世界不能破碎,他也不能再让父母背着巨大的痛苦。 虽然宋辉整夜整夜的失年流泪,但他还是抢逼着自己打起精神,强作欢言。 为了维护合法权益,宋辉请人跟踪调查,得到了陈宏婚内与汪一红非法同居的照片,视频和开房记录等。 在满腔悲愤之下,宋辉多次向汪一红的单位实名举报,期间经历了种种艰辛。 2019年3月,宋辉终于接到汪一红单位的电话通知,称在对汪一红进行立案调查之后,认定其违法乱纪,以对汪一红进行停职处理。 如今,宋辉与陈宏仍旧没有离婚,宋辉婚内被非法侵占的财产依旧悬而未决,她的心仍无法止血。 本案中的女主人公自自泣血,可她的很多做法却让她离不幸越来越近。 以爱为名,也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,那就应该早点觉醒,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,捍卫自己在婚姻中的合法权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